想三五知己, 良憑共聚嗎? 那就不要錯過來臨, 印地安小酒坊 印地安小酒坊, 願意重新開幕了 來有各式小菜, 台式懷舊小吃, 燒烤類和各類酒水飲品 地址, 聖蓋博士, 633 South 聖基比爾波羅華, 門牌105號 歡迎舊與新之來臨 本節目內容僅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偉聯律師事務所 偵辦各類移民庇護 婚姻綠卡 工商車禍 破產減債離婚 有超過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經驗 Rosebit 6267827738 雖然最近樓市和利率都有明顯的改變 但是買屋頭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3-5% 即使說買50萬屋最少是萬元的頭款 買80萬屋最少也是4萬元的頭款就夠了 所以頭款不多不要緊 最緊要是預先做一個免費的預約 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 大家還有任何疑問歡迎直接跟我聯絡 我是街訊財務貸款的Steven蕭文龍 626-712-9092 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我是TeamNam 如果大家對紅藍卡Medicare有任何疑問 歡迎你打電話來 626-379-1167 626-379-1167 Miss Ho回客室 大家好我是Miss Ho的時間 我今天又是跟林家俊博士 繼續說回九型人格的四號仔 林博士麻煩你又不知四號仔主要的人格是怎樣 其實四號我們這裡就給他叫做自我追求主義 為什麼叫做自我追求主義呢 很多人去理解的四號都會說他是什麼藝術家 譬如覺得他很雙春悲秋 經常都很感受很感性這些人 但我經常都說一句 正規傳統和正確的九元人格 理解的四號 其實說他的世界 內心世界一個字講完而已 就是追 追 人生經常都會很想有些渴望 很想找他回來 所以永遠都覺得現在這一刻 永遠都未是最好的 希望永遠都會找到一些更好的感動 好了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去形容呢 其實你看回整個四號的內心世界 用另一個角度去探討 就是說 比如說 首先 如果我要找到我自己不夠的時候 我憑什麼方法可以找到我不夠呢 我想問 一定會去學 但問題是 首先你怎樣知道你不夠呢 嗯 我想他會和人比較 好 這個就是重點 其實整個四號的內心世界就是講一種 比較 質度比較 當然 你會懂得 或者你經常都會比較 我不會說你 正確一定是四號 但四號是必然會有一個很重的質度比較 因為我透過比較 我才看到我沒有 如果我不比較 我怎知道我沒有 對不對 所以 其實用這個角度去探討 其實我經常說 整個四號的內心世界就是講 你有好的東西 我就會看著你 我們所說的叫超越你 或者叫過你 假想的 沒錯 假想的 其實會不會一種型的人格呢 是不會容易滿足的 就是經常都會覺得 我一樣東西都不會滿足 怎樣得到最好的東西 我都覺得 是 沒錯 你可以真的這樣講 所以用另一個角度來講 我會形容 其實四號才是我們所講的 中文裡面講的完美主義 OK 因為中文的完美和英文的perfect 是兩個世界來的 我真的發覺 你不可以用英文的perfect 直接翻譯做原理 為什麼我突然會這樣講 其實如果在英文的世界 它們會稱一號做perfect perfectionist 但是如果你用英文的文法 去了解perfect的話 它放進一號是絕對正確的 但是當你譯了做中文 叫完美那兩個字 你去看一號就錯了 但是反而你放進四號就很對 中文的完美這個字 你又不要用英文perfect 再放進四號 有兩件事 我經常講perfect的文法 和中文的完美 不可以直接這樣翻譯 但是我就會說 四號就是你剛才所講的 他永遠都會覺得仍是差點的 永遠都會覺得仍是差點的 所以他們才是真正原理中的原理 我會形容他們是怎樣呢 我曾經有一個四號的學生 就是明明已經去到很辛苦付出了一輪 我是不是好像之前有一集他講過 譬如他很勤力去練跑 為了去跑一個叫做香港的那個叫做偽行者 辛辛苦苦跑完了去到終極了 衝衝點 但是他竟然不開心 就是因為他已經得到 衝到冠軍的時候 不要說冠軍 衝到過到關 過到條線 過到條線 因為已經追到 因為是否所謂無敵士追直 不是 他不是因為冠軍 而是他也不是冠軍 但是總之他捱得這麼辛苦 都是為了完成賽事 沒有了目標 你可以說沒有了給他追的感覺 OK 沒有了給他追的感覺 即是尋求的 即是他的投資力很強 我又不會說叫做求資力很強 但我不否定有四號是喜歡求資的 但這個不是必然 但我會形容整個四號內心世界 永遠都是要找東西去找 即是追尋的感覺 即是這種人的無論心態 是完全不可以追尋的 是不會喜歡停下來的 你說得對 因為人心永遠都要渴求 追尋 追最好的感覺 那就產生了一個point 有什麼概念 我就是開始想說 重點就是 你試想想 即是原來四號是一個可以 經常跟人會比較 然後我要比你做得更好 對不對 比你做得更好 你試想想這些人 結果對自己的要求高不高 相當之高 可以高到一個地步 會不會是一個很乖的人 可以變得 我反而覺得這組人的追求這麼高 他會令自己很有壓力 那一定有壓力 OK 但問題是他會不會變得很乖 很守規矩 很道德化 我想不會 不會 我告訴你就是會 所以往往很多時候這些四號 被人以為是有 這個就是doodle 我剛剛都想在那裡想想 這個就是doodle 為什麼doodle在外面街 鄭居良經常很多人說他 哇他又經常好手時 然後又吃東西 譬如人家都知道他每天吃一片雞 我聽說回來就說 如果有油菜 他永遠有盆熱水 放在那裡 把菜放進去 把油 會不會給自己有半點的脂肪 是啊 沒錯 那些人說 哇他又經常罵人家遲到 然後又說英文又要說 又要撿得你很正 自證腔圓 還不是一 好了 我不否定他可以有一的特質 這些都是行為政界 但是為什麼我從內心世界裡 我可以分析到它是 我寧願說它是四 因為剛才都說過 四號經常很喜歡跟人比較 那結果是什麼呢 譬如是那個例子 你現在是我的假想的 假設我是四六五 沒錯 我跟你現在是同事 你每一天都準時九點鐘上班 不行 我要八點鐘上班 明明我說什麼 我要比你更好 你可以在老闆面前 原來你一天可以call一百個客 我call到二百個客 我要比你更勤 這個就是一種給你追的感覺 所以變了其實 四號是可以對自己要求高到一個地步 那種tough 我剛才說的tough 他比三號更tough 他比一號可以更加標準更加規矩 但我憑什麼看到他 我說他是四能 用另一個角度 路邊社消息 不要說我說這些路邊社消息 我都是收回來的 大力頭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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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做參考 參考的 方間傳聞希望各位聽眾 方間傳聞 做一個茶葉辦公的話題來聽聽 方間傳聞說他的樣子不停變 你明白我說什麼 好 好了 你知不知道 根據正規傳統和正確的九人人格 我們很強調 是否有些人弄得上癮 為甚麼要弄得上癮 為甚麼要弄得上癮 Exact 其實問題是 為甚麼你這麼漂亮 不行 我要弄得漂亮 好了 永遠都覺得 還有些瑕疵 例如假設這個鏡 你還有些瑕疵 我可能出來 可能給你樣子壞 不行 我又要再弄得漂亮 所以譬如我師傅曾經說過 我師傅 Claudio Navarone說過 四號是很容易跌落去整容的痕跡 是很容易的 當然不是所有四號都必然整容 你要記住 但很容易而已 譬如Michael Jackson 是典型的四號 即是他們那種內心裏面 你試想想一件事 我經常要去追 首先我剛才都說他們喜歡比較 同時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那種 就是他們是想找自己不好 我才還有得追問 所以其實四號的內心世界 經常都強烈一種自我不足夠 Inferocity 他們很強烈 所以他們那種自我而泣的形態是強烈的 你試想想 有人說 我就不知 有些路邊社消息 就說Michael Jackson 是直接炎氣自己的皮膚膚色 我反而相信 因為他將自己漂得很白 而且他不能電到陽光 但另一個說法是他有皮膚鼻 也有一種說法是因為他有皮膚病 有些白色 但無論他白色也好 還是因為他炎氣自己也好 但一定是一樣東西 很燙靚 但如果你用皮膚病 其實會有意義的 即是我不想看到自己一塊塊 不如全面白白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說有皮膚病 為何會有皮膚病 因為它本身那個顏色是深色的 因為將自己弄得白的 你慢慢越來越薄的 你的皮膚自然會有皮膚病 不是他弄出來之後的後遺症 因為其實某程度上 我也有聽過 其實說 黑人其實會有 因為他們所說的皮膚病 就叫做白色 即是皮膚退色 退色變白 其實黑人理論上 很難有這個發生 是比較難的 不知多少百萬 你份之一 你才有這樣的機會 即是例如 如果要不要介紹 尤其是女士 要做斑 如果兩年剩一次 我有個朋友 真的隔兩年剩一次 他現在是醒到 因為斑你去很重要 之後你再出更深 你之前就去 同樣一樣 他現在對太陽不敏感 他無時無刻 都要戴帽 遮住 因為他很容易會紅 所以那些膚色 如果你慢慢呈白 一路一路慢慢摸 你就會傷到你的皮膚 這叫做一入紅心似海 走不掉了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Youtube 有一個所謂的Youtuber 他是可以 即是他不是很有錢 他可以做了幾十萬 是 由一個這樣的 shape 即是他可能是四號 可能是四號 是啊 他簡直是做到 現在的工程很流行 很大 接著他都說 其實這東西是addict 是啊 很是addict 當然我要強調 你喜歡整容 我不會說你 exactly 真的是四號 但這件事 為何會連連系到四號 就是因為四號是一種 內心世界裡面 經常都會有一種不足 很想找到自己的不足 即是衰些這樣講一句 譬如我師傅那樣實現 就說四號 其實他是addict 去找自己不好的東西 是 然後接著就怎樣 但你用反過來來說 有些人就會說 你是不是講得很負面 但你又反過來講 他就找到這件事 就是找到他的原動力 接著就說不行 我要再好些 究竟他是負面還是正面 我經常都問一個問題 那一件事 林博士也都這麼說 一般人都覺得artist是四號 是 不是 不是 我真的會告訴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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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說那句 即是說 比較相感一點 是 通常你個人感性一點 都會做演藝工作 一般來說 是嗎 我不如這樣講 其實在我的研究裡面 或者我自己的分析裡面 四號我不否定不排除 他們在香港的演藝圈裡面 都有的 人數都頗算是一般般 但不是最多 我會告訴你 譬如坊間路 很多人都說 譬如張國雲是四號 之前那集我已經講了 根本不會是 甚至我聽過有人說 檸檬是四號 根本是哪裏呢 即是哪一部份是呢 真的可以說 OK 但我不否定 坊間有一個比較共通 我自己個人都認同的 有一個就真的像 除了刀斷姐之外 譬如有 有檸檬現在的朋友 黃菲 黃菲就真的有 因為你要明白 他們那種人 其實同時間 他帶有一種自我性在裡面 所以 現在要用這件事 來做一個比較 其實你說 你覺得哥哥 自不自我 給你的感覺 他幾隨和 其實他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雖然你說 他是有少少藝術家的感覺 但他是絕對隨和的人 但如果你說字幕 有誰救啊 黃菲 是呀 但他出來 我只是來唱歌而已 接著兩個小時 唱完 不說話 我看過演唱會 我看過演唱會 說都不說 你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把握 我真的看過黃菲演唱會 我來之前 他真的有 有些人我都沒有 因為 人們說 你吹一下水 接著他真的很不明白 吹水給我 吹人 他真的這樣說 是呀 另一個人 我看過演唱會 也是這樣的 是 就是陳奕迅 那他不是四 他不是四號 他也是不說 因為我上次在拉斯維加斯 看過演唱會 一句話都沒有說 唱完二首歌收工 是嗎 那次我相信應該是 因為之後發生了一些事 是 因為他在香港演唱會 發生了一件事 是 是 就是他 他罵一些歌迷拍照 然後被人群起罵他 然後他就是發瘟詐 從前他說發瘟詐 但他本身不是四 我說他不是四 但我相信也會有人說陳奕迅是四 就是這樣看而已 但我從甚麼角度去探索 就是他們那種 你要看一個位置 就是 我怎樣可以看到一個四號 是一個四號 就是 你會不會感覺到 他覺得他對自己的自身 的感覺上 有一種不足的感覺 會的 就是 例如 王菲是有的 你問我 我感覺到他有給我這個感覺 但陳奕迅我覺得他不是 我覺得他純粹是自己玩 我感覺 明白我 但當然你說 譬如還有其他人 有哪些人 譬如你看一下 我全部這些 我先說出來給你們 其實都是因為我真的做過分析 看過他一些訪問 其實香港的視察是少 譬如有一個叫周國賢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周國賢 你猜不猜到張家輝其實是 張家輝 張家輝也挺厲害的 是嗎 梁朝偉是 我不否定 梁朝偉全是 譬如我們以前的陳八強 我的IDOL 都是我那個 張家輝經常被狗仔隊拍到他 撻著他拖鞋去照顧女 又不是很理會別人怎樣看他 他雖然是自我 他裡面那個自我的不足感是很強 我看過他那個訪問 他講應用該自己 譬如女演員 還有一個張萬玉 張萬玉是挺典型的 還有林夕 挺明顯的 林夕填詞人 所以你說多不多 其實你這樣聽下去都算多 但譬如之前看的 譬如我們講到的 譬如1號 我真的告訴你 德光文全 德光文全 好 至於你說2號 譬如我們講過他有五個 其實你說還有沒有呢 有 譬如陳志雲 志雲大師 譬如我現在看到的姜濤 甚至我會覺得黃遠之 黃遠之 他也有機會很大 你都數到幾個出來 但不是就數到幾個 譬如你講3號 譬如我們都是講檸檬和劉環 其實你說還有沒有呢 有劉嘉玲 劉嘉玲是點營的生命 李嘉欣 郭富城 是嗎 那 都只有幾個 但譬如我剛才說4號 你已經數多了 人數 叫做多了 但我發現4號傾向做歌手多 是嗎 是 演員反而不算多 譬如你現在聽下去 我現在數了幾個 譬如 剛才數過誰 周國賢 周國賢也是叫做歌手 黃遠之 歌手 不是是黃遠之二 黃遠之二 但周國賢本身是歌手 是最近那套要一秒拳王 才能出來做到男主角 但其實譬如主體來說 都是歌手為主 譬如還有那個 周什麼呢 關淑儀 關淑儀也是 其實關淑儀和黃的風格很像 很像 很像 講一個你不是很喜歡的 蔡龍華 我喜歡的 你喜歡嗎 其實蔡龍華 很OK的 講真的 她是奇怪了 她是當時一句話打沉了之後 她是不怕 其實那時她是紅過張國民 其實是 所以她 不甘心的 所以這個點在這裏 她是典型的4號 她那種比較心很強 她是不甘心的 譬如還有藍潔英 藍潔英 藍潔英也是 是 藍潔英 但你聽上去好像數了很多 我告訴你 不好意思 站上去說什麼 你數了那些 全部都很卑鄉 全部都有抑鬱症 我告訴你 很卑鄉 多仇善感那類型 鄭秀文 鄭秀文 鄭秀文也是近期才OK 上了教 之前都是那類型的 但你知 我想告訴你 其實4號給你的感覺 就是 很重那種 其實她會表達到一種 其實她那種不足的感覺 有些人就會叫她做憂鬱 但我不想用憂鬱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又是那句 哥哥張國民夠給人的感覺憂鬱 但問題是她 所以我不會感覺到她有不足的感覺 OK 但譬如剛才說的那些 那種有一種悲憐得來 是有一種覺得自己是不足夠的那種感覺 整天都是保持著這種形態的 就算你說Dunu姐都是 如果不是 我會去意識形態就是 都是那句 雖然她說她自己沒有整個容 她說她沒有整個容 不過我覺得她的樣子 她整天都在變 其實你說Dunu姐 我是有懷疑 你說她比較 我覺得手時都不是一種比較 不過她 無需要她的路線人比較 她現在已經是怎樣 所以如果是一個4號 無論她去到什麼級別 她都要有她的假想 這個就叫做4號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她在跟她行 真是跟阿姐鬥 這個她自己才知道 我們不會知道 但即使我想告訴你 就是對於一個4號來說 我跟你鬥的東西 是可以在道德層面上 跟你鬥的 你是完全不說髒話的 我不單止不說髒話 我連什麼 俗語都不說 俗語我也不說 我比你更加清潔 都還不行 好了 4號真的很juicy 剛才林博士不停在帶很多娛樂圈 我們就留在林博士 下一集就說5號 大家都說一句 就是不要因為一些誤別的問題 或者一些型號的分析 就決定自己是什麼型號 都是要找回相關的專業人士 這一集就到此為止 大家密切留意下一集 我們說5號仔 想生不知幾 娘朋友共聚嗎 那就不要錯過來臨 印地安小酒坊 印地安小酒坊 現已重新開幕了 來有各式小菜 台式懷舊小吃 燒烤類和各類酒水飲品 地址 聖蓋博士 633south 聖機標 波羅華 門牌105號 歡迎舊雨 新枝來臨 地址 水飲品 水飲品 病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